刚才您说等于现在您闺女跟她的关系好 对 这不是挺好吗 那能好什么呀 以前归我管的 我说什么她都不敢说个不证 现在很好 我说一句话她都有十句话顶着我 她俩同一会儿了 跟我俩对着干了 怎么才也不跟我商量 也不跟我说了 有什么她俩商量了 就这就不过了 就是说的 让她跟我一条 跟我站在一条线上那行 要不然我不能说这孩子这样被毁了 那你就听人家的呗 闺女人家养了十九年了 你来家里 我就考虑是啥什么事呢 一个孩子在成长期 你说你把她管那么严 你把她给她点空间 她是不是能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想做什么 我一个当继父的 我要是管跟她是不是那么早 到会儿 人家一起来 继父是不是对她不好啊 我考虑的是这么随时 你考虑就当了好人吧 我就给你买了什么 您自己有孩子吗 我孩子已经去世了 有病 我就拿她家公司 当自己公司的事 所以我就放弄她 我去反对她妈管的 太严重 你一个孩子 你怎么得给她点空间 她想说啥 那这不应该 我觉得不管怎么教育 不会影响你们俩的感情 原来因为这事也没想吵 别吵了嘛 吵什么呀 她太宠的孩子了 她说要什么手机什么 孩子说要买个手机 我说买什么买呀 你说大学生 咱家条件也不好 你一个平坡手机 赶紧收入了 一下子过不过 我不要买 这已经跟她爸说 这偷给买了 你说气不气 你比 跟人比 比不了 咱们什么家庭 人家什么家庭 就根据你的经济情况 让孩子好点 不行了嘛 我这资料上面 写你们俩都是个体 你们俩到底是做什么 我们就是给人打工的 给工地干活 你也上工地啊 对 他开九万亿 我就是开个车 开个产车什么 或者是 工程上这些机械上的东西吧 这不容易啊 这钱多难挣啊 你说 买个手机 你说下月过不过了还 那这钱是谁的钱 我们俩的钱 他就给买了 那这不错 那也不行啊 这当爹的 那也不行啊 你这一月 比如说你这一月 挣六千块钱 你买个手机 把六千块钱花 那你下月活不活了 你生活呢 你的支出呢 从哪支出啊 他不是给 你掏那个什么嘛 掏家里 他不是给闺女儿 买了手机了嘛 买手机也不行啊 一个学生买什么手机 以后 能挣钱了你再买呀 他不都二十二了嘛 二十二的 二十二他也是孩的 好 行 我们听明白了 这个女儿的事 放一遍啊 你们俩的爱情怎么样啊 我们俩 回忆生活幸福吗 还行吧 反正一忙起来 谁也不容 就是因为孩子 不说孩子 不说你们俩啊 他这个就老好人 都不像样了的 就我们就是 不是给工地打工吗 不先干活后给钱吗 完了干完活 不该结账吗 我说你那个 你去把账结一下吧 不跟你说吗 他那晚 老爷说今天啊 你又了他就说 吞一两天 你不得等吗 就等一两天一两天的 等一个来月 完了最后也说 哎呀那个 我说你就上他家 去管他要 你当打电话 他肯定托你 三两天三两天的 完了后边 我实在没法 一个来月了 我说上他家去要 找那些当面要吧 这是我去了 这要回来 你说他们干啥吧 其实 我还是访个笑脸 你说 其实你人出去 要让皮男人好做 他对你好吗 对我还行 挺好的 还行还是挺好的 挺好的 挺好的 他除了惯 就是这个孩子 就是 他一直跟我一条心 我都不上队来 你知道吗 夫人对你怎么样 还行 还行哈 对你多好啊还行 就是酒控就太严了 我一天 我们来一起 这儿回来 我还得做饭 你说 他晚上一躺 我就行啊 我们都干 多干点吧 只要我是女人吧 行行行 我听明白了 反正你们俩 今天来秀个恩爱呗 中国再婚好夫妻 是吧